有幾種生活的習慣可能會損害大腦的健康 加速認知能力的衰退 不過好消息的是只要改變一個習慣 就有可能改變大腦的工作方式 幫你減緩衰老的過程 從現在我們就開始永遠都不會說開始得太遲 以下有四個習慣可能會使你的記憶力和思維的能力惡化 沉煉於消極的情緒 懷恨在心、怨恨和沉煉於消極的想法 不僅會令你心情不好 還與55歲和以上的人群的認知能力下降 和記憶喪失有關 發表在亞爾慈海默示症與痴呆症的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發現 沉溺於消極思想的人 大腦中有更多的澱粉釀蛋白和饕蛋白沉積 這是亞爾慈海默示症的標誌性的指標 其實你可以嘗試通過將感激的事情寫下來 並在心裡想著它們 來改善思維的模式 喝太多的含糖飲料 也是時候重新考慮一下早上喝過一大杯的橙汁 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 含糖飲料的涉入與較高的情景性記憶和較低的大腦總容量有關 建議避免含糖的梳打水和甜味茶 用真正的複含纖維的水果和一杯水來代替以上的水果飲料 睡眠質量差 高質量的睡眠對於高效的思維至關重要 睡覺的作息時間安排也很重要 在固定的時間睡覺和起床 室溫和亮度也同樣重要 臥室的溫度要稍微涼爽一些 並盡可能將房間的燈光調較黑暗 大音量耳機 如果一件事對你的耳有害 這樣它對你的大腦也有害 一項針對639名年齡在36歲至90歲之間的成年人的研究發現 輕微的聽力損失和癡呆症風險增加約一倍有關 如果別人能聽到你耳塞或耳機裡的聲音 說明音量太高 測試音量的一種方法就是 將耳塞耳機放在一臂軟的地方 如果你能聽到就要將聲音關細